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這一集我們要來去討論 這一個也是經典的雙人配對問題 舞隊夫婦中 任意配成 就是重新交換舞伴 任意配跳雙人舞 但仍然跟異性跳 就是你看我寫大A小A 你可以想像 比如說大A是女生 小A是男生這樣子 那就是說 就是大血不跟大血跳 小血 一定是一大一小這樣配對跳 它就會變成是大A B C D E 配上小A B C D 所以很簡單 任意配對是五階 以之 AA共五 大A小A共五 那這就是我們 前面在教那個 六個格子排列要上四個顏色的時候在講的 以之某一對 共五 我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A這對共五了 限定A這對共五 然後 但是我沒有說別人不能共五哦 我只是知道A這對有共五了 那怎麼樣 它會怎麼樣 很簡單啊 把它移除掉就好了嘛 所以其實其他的隨便排啊 有四階 是不是這樣 以之 AABB共五 那移除掉就好了嘛 三階 以之 ABC共五 三組移除掉啊 因為你們就就已經沒得排了嘛 剩下什麼 CCDD DDEE嘛 兩階 那以之 哦 注意你看 四對共五的時候 因為第五對就一定會一起共五了嘛 就一種 好 五對夫婦都不和自己另一半跳 那是怎麼樣 全部減掉 以之有一對 這個是某一對 那不見得是AA嘛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任意配對的時候扣掉的是 不見得是AA嘛 所以會乘上一個5嘛 或者你可以寫C5取1嘛 說不定是BB那隊對不對 但是呢 接下來會重複啊 因為在AA共五的四階裡面 我們其實沒有排除掉BB也剛好共五了 對不對 那所以 AABB共五 在這四階裡有 那當我乘以5倍的時候呢 也就是說我可能一開始不是鎖定AA共五 我也可能鎖定BB共五 在鎖定BB共五的那個情況裡面 可能AA也共五啦 所以 所以 同時有兩對共五的情況 在這裡 當我把四階拿去乘以5的時候 就會導致 一直重複 重複扣 重複扣 就加回來 或者你這個減你就把它刮起來 如果你可以 你也可以把這個減號刮起來 那他這裡就會變成是在裡面 刮號裡面扣 那我們現在不刮這個刮號 重複扣就把它加回來 那加回來加什麼 加我剛剛講的 兩對共五的我們都多算啊 所以已知某兩對共五三階 問題是只有AABB是多算的嗎 不對 所有兩對共五的我們都多算了 所以我們到底多算了幾個三階 5隊裡任選兩隊C5取2 是10 好吧我們改一下 這寫C5取1 那 這樣就沒了嗎 其實還有重複 等於說三對共五的都又被重複加了 所以我們要再扣掉 扣掉三對共五的兩階 所有三對共五的情形有C5取3種 以及所有四對共五的在這裡又都被重複扣了 所以要再加回來 可以嗎 然後最後 所有五對共五的 這個又都被重複加了 所以 就是 零接 它會很漂亮啦 這就是那個錯牌 錯牌問題嘛 它會係數是 我們的這個 巴斯卡三角形 也就是C5取0到C5取5 是一五十十五一 然後一路從 然後一路從五階四階三階兩階一階這樣子 算 那這個算起來到底是多少呢 它其實是這個 五階因為五個四階就是五階 所以這兩個會消掉 然後10乘6是60-20剩40 40加5-1 所以最後是45-1 是44 可以嗎 那這有一個重點要提醒 就是這個零階不能漏掉 因為你零階漏掉就差一種 如果今天規定 只有AA夫婦是共五的 那其他的都要跟另一半跳 所以注意哦 我們這個是已知AA有共五 這個相當於是什麼 恰 恰只有AA夫婦共五 那也就是說 其他的四個要變成怎麼樣 四人都 無人與另一半共五嘛 那其實很簡單 怎麼樣呢 就是說這個 AA這隊不要管他 四階扣掉 四隊中有這個共五的 所以扣掉什麼 C4取1乘3接 加C4取2乘2接 減C4取3乘1接 加C4取4乘0接 四個人共五是4接 都有一個金卡 4接跟4接會殺掉 4乘3接是4接 然後 這個是6 6乘2是12 12 12-4 加1 所以是 9 那於是 這個我們要去整理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我是講說 只有一對夫婦共五呢 我們剛才的這一個是說 只有AA共五是這樣 9種 那只有一對就代表說 不是限定說只有AA 也可以是只有BB 也可以是只有CC 它就會變成是 5乘上 9 我這個9在這裡寫一個 這個第七題的答案 它就會變成是 5乘上 第七題的答案 那是45種 可以嗎 那在這裡要考慮一件事情就是說 不用扣嗎 我們剛剛前面這裡 不是扣過了半天嗎 這個為什麼不用扣 因為只有AA 和只有BB 是不會重疊的 這就是我們上一集也示範過 就是說 你討論的是 恰的話 就不會有重複的 你討論的是 已知有 那他搞不好 第二組也有 第三組也有 在你乘以5的時候就會重複 就要扣扣++ 可是如果你討論的是恰的話 那就沒有重複 但是你會發現 就是說 我這一題的這個沒有重複 是建立在這裡已經 該扣的扣完了 扣得很乾淨 很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只有 如果今天題目是說 只有兩隊呢 我們這是只有一隊嘛 那如果說只有兩隊呢 按個暫停自己想一下 只有兩隊夫婦怎麼算 你其實要先討論這個 只有AABB共5的話 它不是三接喔 因為怎麼樣 它等於是說 剩下的三隊是不能共5的嘛 所以它 剩下三隊不能共5 那我們前面都沒有列到這個算式 在這裡就列給你看 所以如果今天是只有AABB共5 剩下三隊不共5 那是一個什麼 三接乘 1331啊 所以是 C3取1 乘2接 3接 3接 減 抱歉 3接 減 C3取1 乘2接 加 C3取2 乘1接 減 C3取0 乘0接 1 2接 1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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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接 2接 所以這裡是3-1 2 也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只給你三隊伏伏 因為我們兩隊已經共5移除了嘛 就是說我假如有小A小B小C 然後我大ABC配進來 都不跟自己另一半配嘛 那我的大A如果選B 那我的大B在選的時候呢 注意喔你不能選A 因為你選A大C就跟自己另一對共5了嘛 所以你就只能選這裡 這是一種 那我大A如果不選B 我大A選的是C 那你大B不能跟自己另一半選啊 你只能選這裡 就只有這兩種 所以說 這個三隊夫婦如果要都不跟自己另一半共5的話 只有兩種 然後乘上C5取2是10 所以這裡是20 那按個暫停自己寫檢看 如果今天是只有三隊夫婦共5會是怎麼樣呢 那他會是C5取3 乘上 沒有錯齁 是兩接減掉C2取1個1接 加上 C2取0個 我們剛剛把這個 地方C3取0 改寫成C3取3 因為我們越取越多啦 讓他有點規律一下 所以數字上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樣齁 這兩個消掉齁 這是2齁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1乘1 乘多少 這個 C5取3 就是C5取2 也是10 1510 151 這是10 只有四隊夫婦共5 這是最有趣的喔 這是最有趣的 C5取4 乘上 多少呢 那你四隊完了之後是不是剩下 四隊移除了嘛 剩下一隊吧 1接 減掉 這是C1取0 乘1接 然後C1取1 乘0接 這是1-1 0喔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寫 一路寫下來 如果都沒有錯的話 出現這個是代表你有寫對 然後我們一直有在提醒 就是說這個0接一定要記得寫 那只有5對夫婦共5的話 就是 他就沒有得減了嘛 就是1嘛 就是1 那我們在這裡條列一下 所有的情況 你可以看一下齁 我們現在利用這個 只有這件事情 我們利用這個 只有這件事情 我們的全部情況呢 是 都沒有 夫婦共5 是44種 0對 然後 然後 只有一對 我們都看只有的 就不會重疊 所以我們不要看那個 有一對的 我們都看只有的 只有一對 是45種 只有兩對 是 剛才算是20種 只有三對 是10種 四對 是0 只有五對 是1種 那這樣合起來呢 這個 45加45 是90 100 120 就是全部的5接120種 可以嗎 你如果自己寫完 在這裡也一樣 把這組 附上去 那注意這個是只有 有 自己標一標 加起來 那就是這一題 那希望你這個 有看懂 如果沒有看懂的話 這個 再回去重看一次 重要的不是這一題的答案 或者說 問了什麼答案要是什麼 而是要會去想 你去分類 有 某一對 已經知道某一對共五 和 已經知道有一對共五 和 只有一對共五 只有某一對共五 的差別 然後能夠幫自己 去全部區分所有的可能 那我們今天上這裡